这里是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 欢迎大家来到国际木文化馆 迎接大家的是图腾树 图腾树是世界木材日的木雕合作项目 它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之林 民族文化之树 那今天的这棵图腾树 是由一个国家的作品 各这里展示的 是来自尼泊尔的雕刻艺术家 Santa的创作的作品 它这里表现的是 尼泊尔国教当中的吉祥八宝当中的 几个吉祥物 那这块雕刻呢是一个尼泊尔 最受欢迎的项底神 请跟我带走进 那今年世界木雕艺术展呢 我们的嘉宾国是尼泊尔 那这里呢由我们尼泊尔的雕刻大师 现场做木雕演示 Ratana是尼泊尔的木雕协会的会长 她最擅长的呢就是以佛像头的雕刻 Ratana 我们尼泊尔的雕刻匠师 还带来了我们尼泊尔特色的木雕的面具 Ratana Ratana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of the puppets Ra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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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尼泊尔的会跳舞的小木偶 我们对面脸我们看到是橡皮绳 这边呢 它说就是用木头跟附料是这样结合的 它的手跟的腿是木头的 作为一个木雕艺术展的一个主题 我们今年呢特别的选择了这么一块展板 也是正值中秋国庆 那我们选择了这个糕饼的印模 月饼印模呢是我们最生活化的木雕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木雕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雕刻的一种阴刻的一个方式 这些糕饼印模呢有来自河北的 来自山东的 全部都是非一传承人手工雕刻的月饼印模 中国的传统的月饼印模呢传承了千年 形式也多样图案也多样 但不管怎么样 它们都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对幸福生活 对我们的一个吉祥如意美好的愿望 我们这次展览呢还特别得到了月饼印模收藏家 王莱华先生的支持 比如说这块吧是我们晚清时期的 我们也是来自湖南楼底地区的一个老的印模 你看这块呢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一个广寒宫的图案的一个形象 这里有我们的嫦娥有我们的月宫在导药的玉兔 然后我们外圈呢是整个的一个八仙的一个外圈 我们八仙的图案常常会出现在月饼模具中 因为它也是老百姓对所有的一个幸福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表达 那现在呢我们走向艺术化的木雕 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选择了中国传统的四大木雕 那首先呢大家看到的是潮州的近期木雕 这是潮州最有代表性的雕刻作品 虾泄楼 这个作品的创作人呢是来自我们潮州东潮的龚老师 那他这个作品的名字呢是瞒在而归 这边是我们龙眼木雕的一个代表性作品 是黄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品 我们再往前看啊 是我们东阳木雕 陆老师陆大师的两件作品 我们黄阳木雕的来自我们黄阳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 那他们的创作的作品 我们可以走近了看一下 这件作品它是一个合力共赢 雕刻了一个拔河用尽的一个那么一个景象 这边是我们米老师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 也是黄阳木雕的 我们这次特别邀请的是 月清职业学校的整个木雕班的学生们 他们合作创作的一个许愿术 那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些木雕大板的作品 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木雕匠师 那每块大板都有三个国家的艺术家合作创作 是世界木材日2018年在柬埔寨 我们木雕项目的一个现场创作的作品 那它使用的材料我们用的是Rinwood 是羽树 那羽树呢我们特别选了一个照片在那里 让大家看到树木 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 那这种树木是在柬埔寨当地的一种绿化树 非常常见的树木 这个材料非常的可亲温暖 我们用的是行道 导钓的行道树来做的这个雕刻作品 我们三个艺术家 那现到了活动现场 根据我们的活动主题 他们要去构思 去设想 还要完成创作 那么他们的成品 今天那在这里呢呈现给大家 大家可以欣赏到多元创作风格的 多元创作技巧的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创作者 这些木雕匠师 他们非常关心环境问题 他们都愿意用雕刻的形式来提醒大家 要注意爱好环境 保护环境 而且木材是我们最好的 稀碳固碳 对可持续发展会有所贡献的这么一种材料 这次展览呢 我们还特意展览了一层边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藤边作品呢 是我们在柬埔寨世界木材日项目的 一个木设计作品 那领衔做这个项目的一个设计呢 是我们美国的木设计师 Wendy老师 那这个作品呢是穿衫甲 其实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 我们野生动物要保护起来 世界木材日的木雕项目 在柬埔寨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的木雕匠师也报名参加了活动 他们受邀参加现场创作 对他们来讲呢 真是做那么大板 现场根据主题创作也是头一次 那这块大板的创作呢 是来自我们福州 就是来自我们当地的三位年轻的雕刻艺术家 他们现场创作的这个作品 这个就是一个丝绸之路 今年的嘉宾国是尼泊尔 我们请了尼泊尔的木雕大师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另一位尼泊尔大师 他在做什么 达玛先生画得很专心 达玛呢是尼泊尔的手工艺协会的前任会长 他做石雕木雕 另外他还画堂卡 这次呢我们请他在现场演示 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尼泊尔的贺化形式 这个堂卡 Hello Could you tell us your drawing here do some explanations Thank you This is a Hanka painting from Nepal style It is a sacred art of Nepal This figure is a Guru Manjushri It is a symbolic of education Here is the whole sword And it is symbolic of the Cotting the darkness When we have the knowledge Lack of knowledge The people is a darkness And so the sword is caught That darkness And there is another hand He holds the lotus flower And with a book There is a book The book is a symbolic of the knowledge Many many idea 所以达玛先生呢 在这边呢 给我画的是一个文殊菩萨 手握的是一个剑 那这只手呢 还有书 Books there 有书在 那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 用知识 学习和启迪 引导众生 远离无知 和黑暗 它这把剑 就是消除障碍的一把剑 我们特意为我们的观众 还安排了一个体验区 那这个体验区呢 这个手工体验 是有筷子的体验 有勺子的体验 也是我们 实际当中的木工画 我们走进了探演 体验区 从昨天到今天 一直都有很多的小朋友 今天来了一位常人先生 也在这体验筷子制作 您已经做完一支了 怎么样感觉 感觉 对 很好 然后完了以后 是可以练专注力 练手工 心灵手情 而且这个手势很重要 潮州东潮木雕流派的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中庆创立了 它是结合了东阳与潮州 两大木雕 是一种混血型的流派 我这次带来的 鱼虾泄露 是潮州最有特色题材之一 它的名称是 满载而归 意义是招财劲宝 口小肚子大 有许进不许出的意义 采用的是我们 东潮木雕艺术流派的 独特技法 将整段潮州木 纯手工镂空 再经过四道金漆 然后再碰上这个大漆 切上这个黄金打造的 纯金箔 纯金碧辉黄 又是从潮州金漆木雕 福建龙岩木雕 它是我们福建 具有代表现的艺术品之一 龙岩木材料是 流入了生活化 流入了家机 砖室 钙环子 我这次散展的 这个作品叫线寿 是我们传团体材 亦健康散寿 亦健康散寿 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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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受国际木雕文化的邀请 我就特意学了一句 合力共赢 以一组拔河的比赛 来表现团队的一个重要性 国际木雕文化 每年都有这个活动 它组织了那么多的国家来 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我这句作品也刚好 也是能够体现 大家一起用力 一起发力 一起使劲 包括木文化的一个宗旨 把它做好 做大 做强 我带过来的一个作品是 几个小孩子在集暖 我取名字叫暖 我做了两方面的处理 底下是浮雕的处理 然后上面还是圆雕 保持了黄泳木雕的原来的特点 七八十年代 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场景 特别是小孩子在玩耍 冬天比较冷 然后我们挤在墙角 一起积积暖 这次活动 我也带来了之前 我们一九届做的学院树 我把他们那些平时的 那些喜座 贴在底座的一周围 让他们有个面翔 然后树上面 我设计的一个 类似于圆梯的一个结构 它有透视变化 梯子离我们近的时候 梯子会高一点 慢慢变小 好像梦想未来离我们比较遥远 但是是可以达成的 那个树上是挂满了 他们的梦想和许愿 有关于疫情的 世界平安的许愿 也有他们个人的梦想 就是我们个人的梦想 和社会的期望 只连在一起的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带来的是 手工木座体验活动 有筷子制作 还有勺子的制作 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还有动手能力 使他们体验到手工制作的过程和快乐 给大家介绍了整个展馆 那大家有看到 一个世界木材日的木雕的一个合作 其实这个木雕就是一个世界语言 全球每一个角落 所有的国家 都有他们的雕刻艺术 不管他们的雕刻是什么样子的雕刻 那么雕刻都是艺术家 表达他们的心理 表达他们的理念 表达他们的想法 表达他们的感触 乃至表达他们对社会 对环境所有的关心 都用他们的这个零条的双手 通过他们的作品 通过他们的文饰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想传递一个理念 就是木材真好 就是想让大家通过我们的活动 通过我们的动手体验 来了解木材的好处 所以让我们一起吧 共同走向更加绿色的 更加环保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